大家好 今天是7月3日 是下半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今天股市的表現 始終是相當好的 之前我已經有文章講過 希望預期中港股市 在7月又翻新的日子 但是美股方面 7月之後就可能會出現頂等 遲些看看會不會是真正如是 這幾天北水的流入都不是很多 大市的成交也很欣賞 成交不足 市的表現就拔善足塵 我們看看 所以在這方面北水流入 在6月13日只剩下17億 大市成交是800多億 然後等於資金流 也是比較強差人意 那麼流入之中 就以騰訊 這個因為它是最近都經常回購 中國移動 最近有企硬 美團 中國銀行 各自有 沽出方面就出現了這些東西 那麼再歧視我們去看看 以後呢 每天都會有一張這樣的圖 就是過了20日 平均北水的資金流向 這個就去到最後那一天的 為什麼要有這張圖 大家一定要很留意 是這個北水的情況 北水呢 就去到這個是去年 城之中在10月時 有大量的流入 去年10月 而恒指呢 也都因此而上升了 那麼去到這裏呢 曾經有這個可能是沽出啦 或者是這個再跟著流入之後 跟著就見到這裏就流入 流出比較多 在這裏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看看這個北水的情況 如果多些北水是流入的話呢 那市就比較好 那麼這個比較就是大家容易清楚看到的 整體大市方面呢 今天就很簡單 就是大致上 每個好的板塊都是很好 那麼首先 那板塊這麼好事 那不好的板塊是什麼呢 就是建築啦 還有就是有這個的是零售啦 醫療保險啦 其他的是金融啦 其他的綜合企業 就表現比較差 其他板塊全部都比較是有所盡著 我們跟著看看就是 其子 其子這裡呢 不見它是再落 不過成交是萎縮的 那需要考慮呢 之後呢 一定要有成交大升一點 然後才行 好處就是 這個是保利加通道呢 是看到有收窄 收窄呢 就是會開始會出現一件代變的積牆 那代變會變成是怎樣呢 那這裡都是有收窄的 不過它就在這一個是 是頂住給保利加通道 就足足頂住呢 那就會回落了 那現在暫時這裡會不會是頂上去 一頂下來呢 那就要看看留意日後的變化 那再其次我們看看就是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今天呢 就有一隻股票呢 就是 可能很多人都忘記了了 就是東亞銀行 可以是考慮一下 那上個禮拜五呢 是有比較大的成交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原因就是說 付稅呢 就提升它的目標價去到14個半 原因呢 就是說 它們在國內的一些樓房業的貸款呢 因為樓房業呢 應該是被阿爺去救呢 就有所謂好轉的積著 因此它的貸款的外壞帳 可以有望是減少 那提升它去到這個12元 那也都見到是上個禮拜五呢 是價量齊升的 那在這裡再上去的話 理論上呢 應該還是有些這個是表現的 那怎麼做呢 這樣就在升穿11元呢 就去吸納了 就暫時不要看著14個半先了 我們先看著12元先 209和2元7號9 而派息呢 就將會就是有0.77 0.86和1元4仙的 那它的歷史波幅呢 是29.16% 啤打係數呢 是0.61 意思即是說 大市升1元 它是升6.01 52的低位是7.25 而高位是11.46 即使現在是偏向起高位那裡 那當然啦 因為人家說它那個是外壞漲的情況 可以減少 那因此就會估它是去到14.5的 那我們暫時先看著12元先 然後之後再看了 就是可以現價吸納到 不過要等等 等到它升到15元左右 這個價格就吸納了 那就考慮了 另一種可以考慮的股票呢 是青島啤 青島啤 今天呢有少量資金的流入的 那從這個股價圖的表現來看 我們看到 上個星期五 都是有價量齊升 那今天呢就要看看 可不可以跟隨再繼續上去 那這個現在也是創了 這個月的高位的 今天來講一下 今天來講一下 創了這個月的高位的 那在這裡 那在這裡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第一 支持位就是布里格東道的 上軸這個位這裡 阻力位 所以剛剛它是升破了 這個是今天 今天才升破了 蝦子 就是升破了它這個是 去到早的月高 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就可能會出現了 這個什麼呢 會不會是一個雙底了 若然在這裡 如果它再繼續升破上去呢 上面就可以望到這裡 找80元左右的 那我們就不要望這麼高啦 望著78元先啦 只要它能夠上站起73.1 就可以考慮它吸納了 為什麼上站起73.1呢 因為它曾經今早見過73.3之後呢 就跌回下來 跌回下來 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那希望它再升呢 就升穿了這個 就是73.1這個水平 那再繼續就可以持有 下面呢就望是78元左右 止蝕呢 大概是11元左右 11元左右止蝕 那它的PE呢 就是24.2倍 與其息率呢 是有2.85% 那有這個大公平的評級呢 是2.12的 那2.5是中間位 2.12是中間編好的了 有15間大公推薦它 哇 都幾多了 那接下來的三年盈利的預期呢 就是3.2 3.7 和4.1號8 是人民幣計價 而派息是會有預期 是會有1.5號8 1.9 和2.06元的 歷史波幅30.8 Beta係數0.87 52州的低位是52.55 而52州的高位呢 是85.42的 那在這點裡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考慮呢 就是 在這個它是 卡拉米之後的時之中 目標價是78元 那只至於71元左右 再其次一隻可以留意的股票呢 就是 浙江細寶 浙江細寶呢 那它最近的股價表現呢 十分之是 是鄭豆的 看到就知道了 那我看到這個浙江細寶 你看到就知道了 它上到這裏 這兩天的股票是價量齊升的 那這個價量齊升的時候呢 我們只可以希望它呢 就繼續保持這裏 那我們等它在1.93 今天最高見到1.93 今天最高見到1.92 見到1.93才能夠吸納 在周線圖上面呢 它也一樣是打貨了 不要說是月高 那很多個月是高的 那很多個月是高位 那起這一點呢 就可以希望它繼續博它好一點點 那如果要考慮的話呢 就是上破了73.1 跟4級納 那這個目標位呢 對不起 就是浙江細寶這裡 這個上破了是1.93級納 目標位是看2.2 而這個指示價等起1.3.5 它暫時來說是沒有預期派息 也都沒有預期的市盈率 也都沒有大行跟進它 因此是並沒有一個平級 也都沒有大行推介 那暫時由於它的走勢是比較好 因此可以考慮呢 是起1.93級納 就是起2.2目標價 而這個的是 啤打係數呢 歷史波幅是67.18% 啤打係數0.86 魏州的低位是1.26 而高位是2.4 而高位是2.4 好了 再繼續下來呢 我們看看 這個是買賣的準則 上季度 上季度 第二季度 大致上 只是賺到7.99% 而恒指的第二季度的表現 就是跌了7.27%左右 都是強差人主義的表現 這些是以前的 只賺只吃那些 現在就已經不需要理它了 唯一要記住的就是 大市呢 是需要獨立思考的 今天的表現呢 就是很多這些是ATM股 和大牛龜股 都是表現好 希望這樣之後呢 就7月份 是真真正正 開始好辣 又翻身 大家都好辣 嘩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